不要同情陌生人,这是发生在我外公上一代的事,具体那个人叫什么,跟我外公什么关系,我已经说不清楚了,我估计他是叔老爷吧,隐约记的是这样的关系,算了,就不在称呼上纠结了,下面我就称他叔老爷吧,总之是我姨妈告诉我的真实的故事,挺恐怖的,叔老爷很喜欢喝酒, 每天他都要去邻村的一个酒馆喝酒,虽说是邻村其实至少也有一两里路,据说当时方圆几十里也就那个村子附近有酒馆,耗着一口的人都会去那里喝酒,有一天,叔老爷与几个朋友喝酒喝到很晚,具体是几点也说不清楚了,只知道那已经是深夜,农村里本就没什么娱乐节目,所以大家都早早睡觉了, 外面除了狗叫声,根本没有人意,据说那天天气不错,月亮高高的挂在天上,万里无云的,把地面照得微微发亮,叔老爷独自一人带着一丝微微的酒衣晃悠晃悠的往村子走去,当时的农村还都是土葬的,也没有公墓,所以到处都可能看见坟头, 有时候走着走着就在一片田里发现一个凸起的土包,走近看就发现是个坟墓,这对我来说可是件很恐怖的事,可对老一代的人来说是司空见惯的了, 话说回来,当时叔老爷走着走着,发现前面有一个人蹲在一个坟墓前,当他慢慢走近发现是一个女人,据说他穿着白色的衣服,披头散发的,低着头,肩膀一耸一耸的像是在哭泣, 叔老爷是个心地很善良的人,他以为是哪家死了人,子女因忍受不了悲痛,所以大半夜还在坟前哭泣,也许是酒喝多了,也不知道害怕,所以他大着胆子走过去问,小姑娘,你大半夜的在这里哭什么呀? 女人没有回答,继续低着头,耸着肩膀,你别哭了,人死不能复生,节哀顺变吧。 叔老爷忍不住劝道,可是不论他说什么,女人都不回答,也不抬头看他,叔老爷本想走开,可是想想这大半夜的一个女子在外面也不安全,于是就说,你别哭了,来,我背你回去吧。 也许是当时喝醉了,也没想什么男女受受不清,哈哈,说完,他就蹲在了女人的前面,女人虽没说什么,可也乖乖地趴了上去,叔老爷背着女人慢慢往村子方向走去,路上不论他说什么,女人都不说话。 起初也没什么,女人似乎很消瘦,没什么重量,可是走着走着,他觉得背上的女人越来越重,到最后他甚至觉得步履为艰,就在这时,突然一阵风微微服过,叔老爷顿时感觉酒精退了不少,脑子也清醒了许多。 不清醒还好,一清醒才发现一切似乎都是那么不正常,为什么背上这个女人越来越重了? 他突然想起老人们说过,如果有脏东西在身上,就会觉得压得喘不过气,这不就跟他现在的感觉一样吗? 这个女人为什么不说话,又为什么大半夜坐在坟前哭呢?脑子越想越清醒,心里的疑问越来越多。 头上的冷汗也越出越多,纵然心里有数,可他不敢回头看,也不敢打草惊蛇。 他想起老人们说鬼是没有脚的,于是,他想不管怎么样,还是先确定他是个什么东西吧。 叔老爷一边不动声色地走着,一边慢慢把兽从女人的大腿往小腿探去,这一探差点把他吓探在地上,大腿下面什么都没有。 这时,他已经确定自己背着个鬼,一个女鬼。 这样一来心里的所有疑问也都可以解释了。 叔老爷心里害怕极了,脑子飞快地转动着。 该怎么办,总不能把他背回家去吧。 于是,叔老爷决定趁早把他丢下,说干就干。 他用力地把他往后一甩,不要命地往前跑去。 只听后面响起一声女人的长笑,他被吓得回头一看,发现后面哪还有人。 只见地上一滩水壮的东西,黑黑的。 叔老爷也顾不得多想,继续拼命往家跑去。 叔老爷连滚带爬地跑回家里,就摊在了地上。 嘴里叫着,鬼,鬼,家人问他发生了什么事。 叔老爷惊慌地把他路上遇见的事情告诉了家人。 谁知,他才说完就晕了过去,从此就再没醒来。 据姨妈说这个事情上一代的家里人都知道。 因为叔老爷去得太突然了,大家都说他不是被吓死的。 就是被那个女鬼害死了。 其实,我想如果叔老爷不去答话也许就没事了。 一切的开始都是他自己主动送上门去的。 故事说完了,千万不要怀疑故事的真实性。 虽然连我自己都觉得情节很老套, 可是任何老套的传说都是事出有因。 也许是个真实的故事,只是传得时间久了, 就变成了传说,变成了故事。 最后提醒大家,千万不要随便同情陌生人。